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金火龙手可以说是自我们版本里面最好的手了 超会心无双连击这个满足绝大多数人的需求 而且这个技能槽也是非常好 确实 金火龙的手是基本的大家都换掉了不错 再配合引火龙的胸的话 基本上所有的属性套就这么一套装备了 对吧 多简单 不过物理性这次我们添加了一个叫奇奇的新技能 在怪物背后攻击有1.2倍的攻击力 哎呦 好牛不驾 必须的 而且我们这个角度不算苛刻 只要在背后90度夹角的范围里面 就能有1.2倍的攻击力 基本上后厕房都能处罚 结果玩家朋友们一看着月薪龙装备的孔位 直接心都凉透了 但是攻击力高 也没高到哪里去 我跟你讲 不吃任何保护绝影龙的青奴53最高一发 啊这53可以了 但是我换了扣血套照样正面打也是可以达到52一发 而且现在身上只有1个吸血虫 有3个吸血虫的时候也可以达到53 更别提你换了月薪龙的那把青奴之后 正面打弱点都是55 晕晓可以达到56 但是你这个掉血啊 但是你这个吃战位啊 战位这种事情 这个你不会让你的队友上去扛嘛 对吧 你在后面输出 那没有队友的怎么办呢 没有队友还有这个双刀 哦 然后近战不管站在什么角度都不能触发这个技能 啊 这技能不是怎么用的嘛 而且技能上也说的 一定要站在这个怪的背后 你这样子怎么算是背后呢对吧 哦 那我现在算是背后吗 啊 算啊 来 那你教我如果从这个距离打中头部的弱点了 啊 这个嘛 哈哈哈哈 其实这个技能本来就不是设计给近战用的 远程也不见得都能用啊 你看这个扩散流不管在哪里打 伤害是一样的 根本触发不了这个气息 扩散这种无脑输出的这个不算远程啊 不算远程还行 那放车甲弹的也不算远程了啊 哎呀 他们这种带爆炸效果的 这个严格来说的都不能触发这个气息了 你想他一发一发都无视防御力了的 还要这个触发个气息真的是 哦 那搞到半天这个技能只能给罐头弹用了 你弓箭也可以用嘛 拜托 弓箭都是属性流的好吗 为了你这个加一点2倍攻击力 装备的槽位还这么差 哎 所以说嘛 就因为有些装备宠位差 才有了我们这次的诡异强化对不对 好了来了 刷四条 刷四条怎么了 这又看不起刷四条嘛 这次刷四条上线非常的高 运气最好的情况下 可以直接三升四二升四 然后再加一个一级孔 我去这个强化有点多了吧 不过好像扣技能了 啊 是的 一键装备的孔位最多是加两档 像图中这个它加了四档 那么就要扣掉两个技能 天呐 那游戏上面只有两个技能怎么办 扣光 这种时候也会出现扣防扣耐性的情况 完全看脸的了 啊 这个嘛 你可以在这个后台一半 收拾里面关闭自动保存之后呢 然后一次性攒多一点这个素材 一次性融合 有好的就留下 没有好的就读到 还有我看到很多这种 多出来这种三星孔的朋友们 这要放个什么攻击啊 这见气什么 你完全可以放这种属性主啊 那你要多出来一星放什么呢 一星嘛 可以像这次咱们这个新加入这个磐石猪 你看 我们这次新加入的这个新技能 坚弱磐石啊 这三级就已经可以让这个 风压震动全无效 四级五级不仅能加防 还能让这个强力咆哮跟龙风压无效 打钢龙什么的必备啊 这个确实可以有啊 可是你刚才说的什么 整一大堆素材一个个刷什么的 问题就来了呀 我要去哪里搞这么多的素材呢 素材嘛 去这个怪异调查里面刷嘛 这怪异调查刷得我头都晕了 我们四个顶级装备的老猎人 打一场也要打个接近十分钟 我一个人的时候都要15分钟左右 然后一场战斗呢 辛辛苦苦呢 就掉了六七个素材 也只够刷个两三次磁条 哎 这怎么不要太急呢 每天打个几把嘛 可以了 对吧 不算提升啊 你看你们大剑对吧 这个直接月性龙的大剑 直接一步刺墙到位 刺墙一步到位还行 那最强还是属性龙了 那属性龙肯定是最牛逼的嘛 就比如说活属精 你换成这把这个 这个萤火龙的大剑 这都牛不下 你看70活属性 35%灰星 那同样的这个刺墙的物理太盗 就是这把月性龙的对吧 不是很对呀 现在太盗这个属性伤害 还拉的挺高的呢 其实差的不是太多 我们测了一下啊 扣血物理流呢 跟这个属性龙呢 这个伤害差距呢 不是太大 肉质呢 只要超过60的部位呢 这个物理流呢 甚至可以超越属性流 仔细看几个比较难打的怪的话呢 基本上都有超过60的部位 而且属性伤害呢 会根据你使用的技能呢 受到一定的倍率影响 就好像用双刀啊 你会发现在鬼人化妆的下 明显物理版面要吃到更多一点 话是这么说 但是该用还是得用属性流啊 而且这次就一把萤火龙的双刀 你不换都可以 没问题 那你可以顺便挑战一下 这个物理双刀对吧 哦哦行了行了 哎真的呀 你看人家部里骗手 见齐心见羊的 不要太开心啊 做这一把就可以无脑闯天下 我去这340的版面 这个是你存心的吧 没有啊 这正常操作 就连采集成长枪 你这你要偷懒 就做这一把也可以 好久人家现在长枪也是属性流好吗 这个无脑呀 那你最爱用的锤子 也用这个了 无脑 哎啊 这个我们锤子呢 这个我不想多做评论的 玩法比较多 的确这把比较无脑 就好像我们这个同家兄弟长柄锤 对吧 这个你不能说就拿一把这个月薰炉的长柄敌 就能用了 对吧 然而轻奴人家一把月薰炉的贯通炉 就足够用了 但是不能边移动边射击啊 这个你要想清楚的 不是你说的吗 让队友扛在前面 啊这个嘛 再大不了吗 换月薰的重炉呀 对吧 让队友扛在前面 对吧 你在后面喷嚓喷嚓 打的不要太爽 是啊 那就连操锤困都可以做一把 这个对吧 在远程这个放放虫子 宝宝你行的宝宝你可以 你开玩笑 这五十三五十三一下 能用的 而且虫子上也跟你用什么武器 没关系吧 而且这武器对属性虫弓流来说是零提升吧 哪里零提升的呀 就拿这个萤火龙操纯过来算 攻击版面和槽外还不如熊火龙呢 啊这个嘛 有暴击啊 填线谁缺暴击 同样的情况 别的武器也是啊 就拿攻击来说 你看这个金火龙的弓 龙属性 几个意思呀 你说这把能换掉天会龙的龙弓 人家都不信 确实的话 能高那么一点点 同样遭遇的还有这个冲能斧 你看看这个萤火龙的盾斧 论属性伤害超不过斐机之珠 论伤害版面 磁火龙一把就可以超过它了 但是有暴击啊 谁他妈需要这个暴击 然后隔壁斩级斧一样的尴尬 除了多个暴击以外 啥都不录原来的 哎呀多一个暴击 可以置换先攻击嘛 打的会高那么一点点的 哦 那你来给我解释解释 本次DLC最惨武器冲枪 就一个放射器 然后又是一个放射器 但不然呢 我该给他们个放射拔吗 不是放射拔的问题 冲枪现在都快没人用放射了 再加上这次装备提升 最大的是萤火龙套装 加的还都是属性攻击 安大你可以上运行龙的奇奇啊 拜托这玩意儿 完全不加炮击伤害了好吗 但是加物理啊 冲枪绝大多数攻击 都是炮击伤害啊 就感觉好像整个版本啊 就没他什么事 你还笑 不是我这样不是挺好吗 直接表本毕业了 版本毕业还行 说的好像你直接送了冲枪党们 一个怪异化调查等级100集 这个嘛 最欠是别的武器 还能用新的装备 新的武器再去刷 这个冲枪党 原分不动 真零提升 不是主要还是考到 这个超级全弹发射太强了 所以就有这么多玩家 在骂曙曙光不好玩 你不用这么多玩家 不要这 очень好玩家 真的不知 你脑癌 我可以这种感觉 是怎么可能 是这么多玩家 ウイ大那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